為了帶領兒童自我探索 尊重生命 愛惜生命 新北市議員羅文聰 將在暑假期間 為國小高年級以及國中生 舉辦2017兒少創意品格營 希望透過課程 可以讓孩子更懂得感恩 友善 禮貌等基本態度 兒少創意品格營 這個活動是從7月5號 到7月7號為期三天 那主要我們希望可以 藉助這個活動 來協助我們的同學們 來自我形象的一個重塑 同時訓練他們來尊重生命 這個愛惜生命 那同時我們也希望 透過教育的方式 讓他們養成新世代 現在比較欠缺的 不管是倫理 友善 禮貌 或者是感恩等等 這一部分的 這樣的一個品格訓練 另外針對國小中低年級學生 羅藝元也舉辦了 未來領袖宇文營 透過讓小朋友說故事的過程 腦力激盪 刺激創意 讓小朋友更懂得行銷自己 第二波呢 我們針對於國小低年級 中低年級 舉辦了未來領袖宇文營 那我們也希望 這個為期四天的團隊 那希望透過這樣一個團隊 來養成這個中低年級的小朋友 對於宇文的一個概念 甚至於對他將來的一些作文 都會有很大的一些幫助 那同樣也是訓練小朋友 還有整個在創意上這一部分的一些思考 那這個營隊是為期四天 是從七月份一直到八月份 羅藝元也表示 在暑期中舉辦各種課程營隊 是希望小朋友能在課程中 吸收到不一樣的知識 在暑假期間有更多的收穫 詳細的活動資訊 請參考新北市議員 羅文從臉書 中家新聞 趙世淵 林凱鈞 永和報導